现在明星这个职业是很多人向往的 所以每时每刻都有小鲜肉进入娱乐圈 虽然说进入的人多 但演技能被观众认可的却寥寥无几 当然也不是说没有 就例如说当红小鲜肉李一峰就是演技被人认可的明星 他出道的时间不长 但他却用演技征服很多观众 李一峰在2007年参加了选秀节目《加油!好男儿》出道 出道后的他是以歌手的身份在娱乐圈中发展的 当时还发行了首张《四叶草》 2009年的时候还发行了个人专辑《小先生》 最后在2010年的时候才开始转型成为演员 2010年李一峰主演了首部电视剧《幸福一定强》和《幸福最晴天》 虽然后所没有很多的舞台经验 到现在他所主演的这些这些电视剧中都能看到他的演技是非常高的 也因为这样 所以他如今每部影视剧作品都能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 而在近日李一峰又有新剧又开拍了 很多人光是看到了有李一峰主演的就已经开始期待了 所以相信看完了主演阵容后大家会更加的期待 李一峰即将要开拍的这部电视剧名叫《潜烈牧穿》 这是不由小说改编的电视剧 在剧中李一峰饰演的就是男主角 而对于女主角方面就引起很多人的热议了 因为关小彤和郑爽这两位流量女新加盲电视剧的主演 但演的不是女主角 关小彤大家都非常熟悉了 她是同行出道的女星 从小就已经开始出演影视剧作品的 她舞台经验非常充足 所以现在长大后美不由她主演的作品都会受到广大观众的关注 就例如说电视剧《粪球皇》《甜蜜暴击》和电影 影都是很受观众喜爱的作品 郑爽就更加不用说了 虽然说她并不是同行就出道的 但是现在的她在娱乐圈中的人气比关小彤还要大 有很多人甚至都把她成为收视女王 因为郑爽所主演的每部影视剧作品都能受到广大观众的追捧 就例如说这个月才播出的电视剧《我的保姆手册》 《我的保姆手册》这是郑爽最新的电视剧 这部电视剧一播出就受到了广大观众的追捧 如今播出了四年时间 而在这四天时间里 这部电视剧已经获得了总播放量为6.1亿的成绩 11月14日单日播放量还达到了1.1亿这样的播放成绩 在如今热播的电视剧中能位列前茅 这两位高流量演技高的女演员 在这部剧中做的不是女主角而是女配角 所以这就让很多人感到了疑惑 而对于这部电视剧的女主角是谁 大家也非常想知道是谁 其实郑爽和关小彤不能做女主 是因为这部剧的女主很强大 这部剧改编于小说 当评家女与上花样美男 而这本小说是由沈佳莹写出来的 如果剧组想要拍这部电视剧的话 就要让作者沈佳莹来是演女主角 所以关小彤和郑爽只能演女配 而作者沈佳莹是演女主角 对于这个主角阵容你觉得怎样呢 感谢观看 能不能做那个正确的 我会认为了一周 还能成为现女主角 对于这一周 会认为这些个人 ,. 我还能变成女主角